今天要跟大家回答的問題是 內存槽插四根和兩根的超頻 為何能力不同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一般主機板它有所謂的 兩定板跟四定板 左邊就是兩定Ball 就像我們iPace跟GIN的設計 還有一般ITX的設計 就是一個通道一支 這我們就叫做兩定Ball 那比較大宗的市場跟比較多的案子就是所謂的四定Ball 就是屬於2D PC-Ball 一個通道有兩支 一個通道有兩支 所以1 2 3 4 公司 一個通道有兩支 那快速記憶就是說 先跟大家講結論 如果是遇到這種的 當你買兩支的時候 要怎麼擦超頻能力比較好 不論你是所謂的 T型走法或是D型走法 就是我們T型走法或D型走法 Memory and AL都無所謂 你只要記住一個大原則 只要是你是四支Slut的板子 如果你只有兩支記憶體 請你插外側就是末端 就是A2跟B2就是外側 因為有的暗子的Channel這邊是B這邊是A 有的是A就是B 你就記得外側就對了 就是插外側 外側就對了 這樣插B型比較好 不要管它是裡面是A外面是B或B ABBA或是D或是T 就是外側 好 那我稍微用這圖來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兩根會比較好 一般我們在四支Slut的走法 現在有兩大Pi Pi就是CAPA的G 然後另外一個叫DacyChain 那這指的是Data Group的走法 大家可以看到 所謂的T就是Data過來 然後T型分子 平均到兩根Slut 然後以Channel B一樣過來 然後T型分子平均到兩根Slut 所以它的四支的超頻能力會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插這兩支或這兩支的話 假設插這兩支的話 你這邊會有纏線 這邊會有纏線 所以會比較差 然後插A2跟B2的時候 這邊有纏線 這邊有纏線 它會比較差 所以T型分子來講的話 就是插滿會贏 這裡 然後再來是這裡 然後這個的特性就是說 試定Bow的T型走法 插滿是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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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支都稍微弱一點 那我剛剛提到為什麼 A2 B2會比較強 因為這邊有DRAM的定義 DRAM的組成有四大Group 就是Data Group Command Ctrl跟Clock Group 我們指的T跟D 指的是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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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他這個呢 其實基本上都還是走Daisy Chain 在傳 這邊比較難懂一點 但無所謂 一定要記得 T的話 插滿比兩 插滿比單跟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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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插前面A1跟B1的話 你後面就有這個分支 會導致它訊號稍微弱一點 那相反的 你如果插A2跟B2的話 它會直直過來 它就沒有產線的問題 所以A2 B2會贏A1 B1 那它為什麼會贏四支插滿 因為它插滿的時候 它不像T這邊 它的平均的Balance 它會有 它會有 一前一後的問題 所以 以Datation來講的話 EDPC一定大於2DPC 當中一樣 A2 B2 是最強 所以兩個 兩個 不論 當你有兩支定在 這兩邊的話 你的選擇就是 A2 B2 A2 B2 就這樣 好 那最後總結就是 以2DPC的比較的話 這個會贏 那以 當你只有兩支的話 就差這樣 差這樣 差這樣 好 那 少講了一個這個 那 如果 硬要跟左邊的比 那你兩支的話 那不用講 那一定是這個最強 所以這邊有寫 這個是最強 然後再來是Decision的這個 再來才是T的這個 那我想 那種 一般 用戶的問題 應該就是說 在 設定board 兩支的時候請查 記得 這樣 這樣 那我今天 就 介紹到這 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 謝謝